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學校的時候,我是參加我們學校登山社的社團 所以身為一個登山社的社團 裡面就是裡面的一個幹部 常常要去找一些路線或者一個點 讓整個社團更有吸引的焦點 當初我們的社團在聊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去南橫走看看 因為他說南橫 比起這個鐘來講是更具挑戰性 更不方便 我們是從天池開始走 因為當初車可以到天池 路不狂不是很好 就是那裡裡到哪裡好 碎池直路吧 應該是碎池直路 所以在這段路裡面 我們在天池那邊 也過了一個晚上 那裡享受 然後到後面的天池去看了一下 然後第二天 我們就走過大光山 所以到雅口 那邊又過了一個 其實我們經過快谷那個時候 那時候去兩邊的鐵山 然後那個快米很高 然後會起舞 然後涼涼的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學生雖然什麼都怕 可是 那怪怪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說 有一些傳奇的那種傳說 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說 有沒有看到我 有沒有看到我 因為我們隊伍不會搭得很長 但是至少 還是都會越大距離 對不對 有時候因為 現在還是要唸 你也知道嗎 就唸很懂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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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是塞那個大的電池 誒 一號電池那個 一號電池 一號電池那個 感覺都很粗糙 誒 奶昭都會用功能的詩 誒 誒 我們是戴那個四人帳 因為山上 會有露水 所以我們又加帶了外帳 到外帳 然後我們又有一個 以前叫崔四帳 就算我們主動的那種 很多的 所以大家 抬壓一點 大家痛厚不堪 但是這個是一個熱氣 人家說登山是真的 真的是一種熱氣 我們在收視料的時候 當初的資訊不是很完整來講 可是 對那些傳奇的故事 都特別的 特別的多 呵呵呵 然後經過登山社團 和我的相傳也好 誒 誒 你們要注意喔 晚上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又說 到了睡到裡面 千萬不要回頭 我不曉得 你們要去的傳說 他們說 走到睡到裡面請我 千萬不能回頭 有人講你的名字 你不能回頭 呵呵呵 我哭了 我哭了 啪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同事 就會故意說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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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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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躲起來是蠻緊張時機的 你從隧道裡面 從天使然後快谷這樣進來 然後都是雲露 都大樓 然後看到鐵山 那時候都沒有那鐵山 然後在墓裡面這樣子 很像一幅畫 然後說大家 對那種結像真的是很感動 然後那空氣又冷冷的 吸起來又很舒服 其實那是一種 怎麼講 是既舒服又緊張 為什麼 因為馬上就要進入那個大觀山隧道 又又暗暗的那個環境裡面 然後那個隧道 都沒有變嘛 一樣小小的這樣 不是車這樣 對 那它小小的讓車可以進去 所以那時候想說 哎 趕快進去 可是我們沒有啦 我們就是走完之後 就在隧道口 西段的隧道口 休息一下 然後也順便照個像 然後瞭解旁邊的環境 對 那再來就是 我們就開始走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要注意要靠邊囉 慢慢走 慢慢走 走了 怎麼講 就剛剛提到的 不想要過了多久 對啊 剛進去都看不到 被按著 被弄走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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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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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亮了 亮了 亮了 然後 看著那邊 一看出去 有沒有 剛好是一個沒有障礙的一個三骨 對不對 就這樣 剛剛提到的 就這樣 哇 好漂亮喔 我們到了 大家在那裡 在滑 而且 有時候早期的登山的人 都很喜歡對著三骨 打 有沒有 啊啊啊啊 大家聽到這裡 對嗎 那你滑滑滑滑滑滑滑 然後聽那個回音 聽哼 三骨要改照用途了齁 那時候應該齁 藏一個月光寶盒在那邊 都關聯後 再來 對 你這樣沒有 七個同學一個人留一個月光寶盒 然後我們七個同學再找過來 我們去把月光寶盒打開 以前沒有想到這個 頭膀比較不好 所以 那時候回來 應該是就從東段吧 還是又在 東段 那時候也是慢慢接到 我們好像有先接到立大 好像有一個好心人還是什麼 就是我們是坐私人的車 那個後車 喔 就他們要下山就上車 我們在那裡剛才有人要下去了 拜託我們在那裡 因為那時候車子有到立大 立大的班次好像一天有兩班 比較多一點 因為它到天池就有一班 立大車好像比較多一點 我們說是不是可以帶我們到立大 立大那邊有學校 有救火團山莊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在那邊過一個晚上 在立大那邊 享受一下現在的鄉主 你現在也十個鄉主 我說太美了 請睡一會兒 因為你走路嘛 要背這東西 那時候都是 重量當然要平均分胎嘛 個人的裝備 團體的裝備要平均分胎嘛 所以每個人都要背自己的 還要背團體的啦 所以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都要想說 喔 可以給我睡一會兒 你全身都是男的喔 對 我還以為如果有男的 你男的就不害得那麼多 喔喔喔喔喔喔 我那時候登山喔 沒有都是 不是說 那女性怎麼樣 是不是 大家都想 哎 都是男人在 中將喔 背起來就好 就身不上的運動 那我們也很想 女性的那個同學 女同學參加 可是女同學都想到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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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长城的几乎都是我们登山社社团的干部组团 继续走一趟 如果可以 其实我们在整个走团的目的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在组团 所以是探路的意思 一般面也是探路 一般面我们也是希望说 至少你的社团要吸引同学参加 就是要有 我们现在讲这种卖点 要有卖点 以前就说怎样让社团多壮长大 当然就是你要办一些比较有亮点的东西 我们现在讲讲亮点 以前不是我讲 现在的幼尺跟以前的幼尺就我了 因为你说我要吸引人进来 总要把社团的发扬光大一样 我们是悠闲的 因为一边走一边做记录 也不会说很赶 因为我们的行程 像我们出门大概四到五天 四到五天这样 刚好已经拜了 那时候是上班五天拜了 对啊 四到五天的那种行程 因为不会很久 会在准备的粮食 也不会那么多 不然真的 粮食因为我们都会多淡 一定在身上要多的粮食 你像那时候带的那四五天 哇 以前肉类它一定会坏嘛 除非你是腌的 对 蔬菜也不能够太贵了 所以我们有没有吃得很好啊 不是 简单 那时候会以为罐头又太重了 不然就要煮面 对啊 会带一些 一定的 对啊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 我会吃得很好 学生反动 总是想说 能省这些 吃一半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到的那个力道那边 就看稍微大吃一点 大坏多余 对